紙紮的東西包容性很大 在古時候的話 認為說做紙紮的人是萬人的 其實很多手工具 極大的行業 我今年64歲了 我統治這個古代行業 大概有四五十年 我建立四海孫 我們五月已經加船數量 房間上我們小學可以說 對古代這個火名 不斷的求進步 團套不是不能變 但是你要知道 團套是跟三次改變的團套 找出有個資源路線出來 因為時代改變 團的東西也是跟著時代改變 以前在演變 那就是所謂說如何創新 如何把現代的東西 加入在傳統的東西 你有沒有要符合 我們本身傳統裡面的規範 你如果說我做戰獎的話 我要做得如何漂亮 就是屬於你自己本身 在這個框架裡面所發展出來的 因為那個技巧不一樣 我們要去死定吧 然後來跟著呢 我們要來看 他們在演變 我們要來看 他們要做什麼的 我們要做事